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可能的决定会出来 还是说大家会意而不决 然后再拖一段时间 我觉得后面这可能性其实还蛮高的 因为对国民党来讲的话 这个所谓的初选的程序 它多多少少还是会决定了说 哪一位候选人透过这个机制 可能会占一点点优势等等的 这个大概免不了了 声望高一点 当然可能就希望说多一点的全民调的方式 那如果对党员比较有把握的人 对党员掌握党员的这个支持度 比较有把握的参选人 可能就认为说 那党员的这个部分比率要高一点 所以我在我的脸书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我都说这个人不会 这些政治人物不自私 没有一个私心骗人的啦 对那是一定骗人的啦 但是问题是说 政治人物的私心 毕竟到最后还是要回到 普天之下 让大家来看嘛 大家总会看到嘛 你选择这一个制度 或者是你扭曲这个制度 你到底是干嘛 没有一个 我必须跟各位讲 蓝绿也好 白色力量也好 每一个人都会说 我爱台湾 人民至上 但是问题是 我们要看到的是 你怎么做 对不对 观其言 查其行嘛 你要看他做什么 换掉说 如果你做出来的 这个行为的过程 本身并不像在爱台湾 而且还会把台湾 带向某种风险的话 那或者带向一个 很糟糕的方向的话 那我们就会告诉你说 嘴巴说的不算 你做的动作并不像 好 这是一个指标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你在做了之后 这个制度本身 是不是能 是不是能够 真正一如你的预期 你以为说 选的这个制度 可能会对自己 比较有利 这个私心嘛 但是结果呢 很可能不是这样 好 最后回头来 我刚才在一开场的时候 跟各位讲 奥斯卡的时候 我讲到一个名词 叫群众智慧嘛 我始终都相信 人民没那么笨 对不对 当他只要这个群体 扩大到一个范围的时候 人民没那么笨 人民没那么笨 这件事情 很合理的解释了 我们在台湾看到的选举的文化 也就是说 为什么会 大家对一个人 一个政党 或一个政治人物 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这么高度的支持你 四年以后 八年以后 大家就失望了 然后就把钟摆 转到了另外一边 人民并不笨嘛 当你说的不如做的 当这个政党掌握权力之后 给人民看到的 不是这样 钟摆就会往另外一边移动了嘛 答案就是这样 而且速度更快 民进党执政这段时间 蔡英文的处境 民进党的处境 难道不是这样吗 可是有趣的是什么呢 我们站在旁边看 比如说我作为观察者 各位作为一个听众 作为一个媒体的 的乐听人 你也许会跟我一样 会觉得说大奇怪了 为什么政治人物 都看不到这问题吗 比方 我现在就要批评的 最近民进党传出来了 中选会的主委 要让李静勇 这位在云林县选县长 没选上 让他呢 来当中选会的主委 很多人 都觉得不可思议 也有不少媒体说 不好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倒不是说 败选联盟又多一个人 这我也不care了 输掉选举的人 都能够到中央来执政 这本身就是 民进党的一种傲慢了 你哪里有在做反省跟检讨呢 这我就不谈了 这种傲慢 反正他已经 连行政院长 苏仁昌输败选之后 都已经回来当行政院长了 对不对 我就不提了 多一个李静勇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重点是 李静勇现在要住的位置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中央选举委员会 什么叫中选会呢 中选会就是独立的机关 他必须要在大选 面对选举的这个事情上面 以一个独立的机关的角色 去处理选务 所以长年以来 在法制化以后 我特别强调是法制化以后 我们为各位准备了一个表 在过去没有法制化之前呢 说实在的 选举委员会常常是谁在干 当县长的就 干地方选举委员会 在中央的内政部长就干 这个选举委员会的 中央的选举委员会的主委 为什么 地理之变 方便 可是他的问题就很大了 因为你是执政者 你怎么可以当中选会的主委呢 所以在法制化之后呢 就把他改过来了 他是一个独立的机关 必须要有提名的过程 审查的过程 所以到最后呢 你仔细看 在法制化之后呢 几乎没有政治人物 担任中选会的主委 我说几乎了 并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几乎没有 都谁呢 都是一些法律的学者 或者是知名的律师 他来扮演这个中选会的主委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会觉得说 难道他都没有政治立场吗 他当然有政治立场了 这个政党提名的时候 不会去找一个我是蓝的执政 我不会去找一个绿的人 来当中选会的主委 我没事 这个麻烦干嘛 对不对 他一定有政治立场 可是至少 他是一个表面上 没有党籍 然后在形式上没有党籍 在表面上 他不会那么明显的 有政治立场的人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我跟各位讲 这就是文明的虚伪 一定要的地方 文明的压抑 一定要的地方 因为我就是要提名一个 我相信的人 来担任中选会主委 可至少他不应该是一个什么 大家一看就知道 他是一个政客 为什么 因为中选会的主委 必须要保持一定程度的 客观独立的形象 虽然他不一定完全做得到 纯学者也不一定做得到 公正独立 可至少你要维持一个形象 那现在民进党政府呢 我只能说 他横着脸 就让一个有政党的党性 选了民意代表 选了地方首长 没选上的李静勇 来当中选会的主委 我没有批评他这个人 我也认识李静勇 我觉得李静勇是一个不错的人 但是放到中选会就是不对 因为中选会的主委 你就应该维持一个形式上的客观 跟独立找一个 至少不要这么党性这么强的人 政治性格这么强的人 来担任中选会的主委 否则 中选会的主委 他所做的任何决定 在未来 都可能让媒体 让参选人 让不同的政党 觉得他不公平 而这不公平的账会算在谁头上 当然算在民进党政府的头上 所以我必须说 民进党现在如果要让李静勇 来当中选会的主委 他会不会当选 他会不会就任 他一定会 因为立法院里面 民进党掌握了绝对的优势 但是我们作为老百姓 我们作为媒体 我们作为一个评论人 我们要不要说说no 我们要说no 因为他太有问题了 他太不合理了 他太违反政党政治 所需要的一个什么 至少要一个虚角的礼貌 跟虚伪的客观 你至少要维持这个基本的礼貌 不要让大家 不要觉得说 我讲虚伪 讲了虚角 你好像觉得不对 我告诉你 当我们作为一个男人 看一个漂亮的女生走过来 你会不会想多看两眼 你当然想多看两眼 可是你知道一直看着他是不礼貌的这件事 是不礼貌的 一个文明的男人 是不是就该把眼睛开两眼 赞美一下 眼睛就要收回来了 是不是 这就是文明嘛 你就是要知道说 什么事情不能够over 什么事情不该这样做 我必须说 如果李静勇真的当了中选会的主委 他一定会当上 但这件事情充分证明了民进党政府 完全没有尊重民主的价值 没有尊重民主的基本的礼貌 他让一个有政党性格的人 一个政治性格这么强的人 去担任中选会的主委 以后谁敢相信中选会所做的决定 是一个秉公 是一个独立的机关呢 所以我才说 我至少我要说 作为一个政治评论人 我要说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 如果能刹车 就请民进党政府刹车吧 如果你不刹车 那我们就昭告天下 让所有的选民记住 民进党政府破坏了一个政党 独立的 对一个独立机构的一个 一个该有的基本的尊重态度都没有了 这样一个政府 我只觉得 他是逐步的走向一个什么 越来越傲慢 越来越自以为是 即使在九合一大选 这样产输之后 他还是敢做出这样子一个违背 我们这么多年来 几乎建立的一个政治的常态 政治的一个规则 就是中选会应该要让他独立 而他现在却找了一个政治性格这么强的人 来担任中选会的主委 我只能说这样的民进党 你还能说什么呢 这样的民进党政府 你还能说什么呢 不说了 五点到七点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待会六点钟 欢迎你继续收听 因为在两小时的第二段安排 朱立伦市长会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大家